大家好,在上节课程里面,我们学习了混合的基本的几个模式 在最后,我们学习了透明的混合模式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在实际的使用当中,透明的混合模式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我们在工具里面导入一个模型 然后我们换一下它的贴图 我们使用一张带有透明通道的贴图 然后我们启用我们的透明的混合模式 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模型在这些部位就应该透明了 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我们先创建一个面片 然后修改一下这个面片的尺寸 我们将这个面片放到后面去 然后改一下它的颜色 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模型 它透明的部分显示的是我们面片的颜色 也就是蓝色 然后现在我们把我们的渲染的顺序更改一下 我们让我们的模型最先进行渲染 然后让我们的面片最后进行渲染 在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发现 我们的模型透明的部分显示的并不是蓝色 而是其他的颜色 那么现在我们来修改一下 我们的后台缓冲区默认的颜色 我们修改成红色 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发现 我们的这一个模型 它透明的部分也变成了红色 也就是 它的这部分的颜色 其实就是我们后台缓冲区的颜色 那么造成这一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的渲染顺序不同 因为我们先绘制了我们的模型 在绘制我们的模型的时候 后台缓冲区只有默认的颜色 因为这个时候并没有绘制我们的蓝色的面片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通过我们的混合的公式 然后在它透明的部分 就得到了我们后台缓冲区 设置的默认的颜色 也就是我们的红色 然后我们再进行渲染我们的面片 当我们的面片渲染完成之后 那么这个显示的效果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效果 那么这里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地方 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透明的物体 一定要在所有非透明的物体渲染完成之后 再进行渲染 因为我们透明的本质是让我们透明的部分 显示我们的背景色 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我们现在的这种情况的发生 那么处理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将非透明的模型和透明的模型分成两部分 那么第一部分先渲染非透明的 第二部分再渲染透明的 这样我们就能够解决这一个问题 比如我们现在将我们的渲染顺序更改一下 那么我们也就能够得到一个正常的渲染的结果 那么这一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将我们的这个面片贴一张贴图 同样我们使用透明的贴图 然后修改一下它的分合模式 大家看到 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是正常的 那么现在我们转换一下我们的视角 将我们的视角放到我们的这一个面片的背后 当转过来之后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面片无法显示 这一个我们之前讲过 因为它的背面被裁剪了 所以我们需要启用它的双面 也就是不进行裁剪 当我们启用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一个面片它背后的这个模型 我们无法看到 大家看到没有 在这里我们透过这一部分 看过去其实是没有任何东西的 那么造成这一个问题的原因 又是什么呢 其实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 仍然是我们的渲染的顺序不同所造成的 因为我们先绘制这一个面片 然后后台缓冲区 存放的是我们这一个面片的像素的颜色 以及这一个面片每一个像素的深度 最后我们再绘制我们的这一个模型 当绘制这个模型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模型它的每一个像素 都无法通过我们的深度测试 因为这个面片 离我们的摄像机比较近一些 这个模型 离我们的摄像机 要较远一些 那么既然这个模型较远 那么它就无法通过我们的深度测试 这一个结果 对于我们渲染非透明的物体是正常的 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面片 它却是透明的 既然它是透明的 那么我们就应该看到它背后的模型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仍然需要控制我们的渲染顺序 那么我们就需要让我们的模型 先进行渲染 当我们的模型渲染之后 我们再渲染我们的面片 当我们渲染我们的面片之后 我们的面片在透明的部分 会同我们的后台缓冲区的颜色 进行融合 获取到我们后台缓冲区的颜色 那么这个时候 在这一部分 我们就能够获取到 我们这个模型的 这一部分的颜色 那么我们就会显示出来一个正确的结果 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二个地方 我们在渲染半透明的物体的时候 我们需要对我们所有的半透明的物体进行排序 这种方式 我们在第一节课程里面 其实已经讲到过 类似于画画的方式 我们先绘制比较远的 然后绘制较近的 较近的它会覆盖较远的 然后透明的部分 它就会正确的进行透明 那么这种方式呢 就需要我们每时每刻 对半透明的物体进行排序 也就是当我们的摄像机发生了改变之后 我们就需要对我们的 这所有的半透明的物体进行排序 这个过程是必须的 不然我们就会得到一个错误的显示的结果 但是因为半透明的物体比较少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 影响不是特别大 那么这一个也就是为何 几乎所有的3D语情 都有透明排序的功能的原因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我们仔细来观察一下 我们的这个模型 我们来找一个比较特殊的角度 就是这个角度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型的 手臂的这一部分的像素 然后我们换一下角度 我们发现 我们通过这一个角度 就无法看到这个模型的这部分手臂 但是这个模型的这一部分 它却是透明的 它显示出来的是我们后台缓冲区的默认的颜色 那么这个问题又是怎样造成的呢 这个问题同样是因为渲染顺序造成的 因为我们这一个模型 因为我们的这个模型 它是以一个像素 以一个像素进行绘制的 那么也就会出现一个先后的顺序 如果这个模型的这一部分 也就是它背部的这一部分 先进行渲染 那么它得到的结果 就是一个背景色 当它绘制手臂的这部分的时候 它就会因为深度测试不通过 不会被写入到我们的后台缓冲区 那么我们的后台缓冲区 就一直保留着是我们最先的 背部的这一个透明的 后台缓冲区的颜色 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之后 我们又应该如何解决呢 如果大家想要在一个复杂的模型里面 保持部分的半透明 而且这部分的半透明 是渐渐的透明 那么当出现这种情况之后 我们是无法解决的 也就是说 无论你使用什么样的3D引擎 你都不可能达成你的目的 那么我们只能退而求次 进行解决 一般解决这种问题的方式 有两种 第一种方式 我们就是将我们需要透明的部分 比如这一部分 将它的模型拆下来 然后单独当成一个模型来对待 那么它既然是一个单独的模型 我们就可以通过控制我们的渲染的层级 然后对我们的透明进行排序 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种方式 就是我们不使用渐变的透明 当我们不使用渐变的透明之后 那么也就只有两种情况 要么透明 要么不透明 当使用这个方式之后 我们就可以将透明的像素丢弃掉 当丢弃掉这个像素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显示结果 丢弃像素是shader里面的一个指令 它的判断条件非常简单 就是你传入一个值 这个值满足它的条件 它就保留这个像素 不满足 它就丢弃这个像素 大家以后可能会用到 在这里我就不进行细说 因为这一个词非常简单 只有一行代码 那么到此为止 本套课程的内容也就讲完了 大家学习到这里之后 相信大家对3D的底层的基础的内容 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最后感谢大家观看 本套视频教程 谢谢大家观看